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法檢追記應請到了 邱中益庭長來告訴我們現代的吸金 現在的吸金的模式 跟詐騙的金額其實相當的龐大 只是說目前有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 那我們以往在打炸的過程中 做了很多小炸的那種防堵 但是大炸這一方面的吸金的這種大炸的情況 目前並沒有很多 我們今天請邱中益庭長 來告訴我們說這個東西到目前的情況是怎麼樣 而且這個犯罪的情況其實還蠻嚴重的 請邱中益庭長來告訴我們一下 目前的一些情況 大家好 我是現在是台灣高等法案金融庭的庭長 我也當過檢察官 也當過調辦事的檢察官法官 也去最高法案過 我現在回來高等法案金融庭 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吸金詐騙 這一種詐是比較大的詐騙 我們現在政府在講到打詐事法 看起來都是打那個小詐 這個小詐是可能就是2萬多塊錢 因為ATM匯款就要2萬不能超過3萬 所以就會有2萬多塊錢2萬多塊錢 這種轉帳的就不用經過人家幫忙防堵了 這個經常有 不過問題在於他這個錢 你詐騙一個人 一般統計兩個半月才會知道說原來被騙 那你如果一個禮拜被騙一次 看起來也幾十萬而已 那有些人甚至他不願報案 甚至我有個當事人他是律師 他被騙了他去上網買遊戲 他被騙了將近3萬塊錢 他來報案之後他也不敢出庭 他覺得出庭的話會覺得很沒面子 但是他有去報案的事 這樣子 那通常在這種傳統的 那個傳統的詐騙小詐 基本上都是買東西啦 那詐騙 那現在比較多的反而是一種叫 我這裡講的是大詐 是吸金 那吸金是有什麼特點呢 吸金就是都是你認識的人 邀你進去的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小詐 那個小詐是 看起來都是不認識的人 你在網路上 或是你要買東西被騙 經常是網路上 就網購那類的東西 網購比較容易被騙 那種小詐 那種大詐他就不用網購囉 大詐他是用投資的方式去 那這個為什麼多可怕呢 通常一個人說一個拉一個 通常你認識的人 介紹你進入一個團體 那你就相信他 他給你愛跟關懷 滿足你本來在生活當中被忽視那一塊 然後他就開始慢慢深入 然後就叫你去買東西 買東西之後呢投資 所以他投資有很多啦 那以前的股市啦 債市啦還有基金 這些他幫忙你操作 那現在還有很多是虛擬貨幣 這個現在是很紅啦 自從川普當選之後 現在很紅 最近漲很多 最近漲很多 有些貨幣 光是那個比特幣就漲了四成嘛 對不對 我記得大概四成左右 對啊 將近快要十萬塊 一個月一個月 從六萬成到十萬 對 對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傳統非法西間的共通點 我再寫在這裡 看一下這個 第一個 相信親友的介紹 是利用信賴關係 親朋好友 有些是做理專的 有些他是非常專業的人 他原來在你們的社群當中 本來講話就比較有一點點 分量跟專業精神 那他現在被找到 那他會 譬如說我請社長說 我們有這麼好 你來看看 多看看不要嘛 增加你的知識經驗也好 當你進去那個環境裡面 被他們那種口肉懸河的吸引 然後讓你感同身受 有一個類似 中華棒球打敗日本那種感覺 整個興奮起來之後 你就會投進去 然後他給你愛跟關懷 滿足你平常 在生活生活中沒有的 那因此呢 你就會相信他進去 那你相信的 不是相信那個 投資產品本身 當然那個很有吸引力 你會相信信賴關係 所以他們本身都認為是在做投資 做投資 對 那投資都很有好處喔 真正投資喔 你 他會拿出一些少數的創新產品 參觀日豬工廠 產品 日豬工廠是什麼 有時候他會帶你去國外 去泰國去緬甸遼國 柬埔寨 他會給你看 一個工廠很大 然後在生產什麼 然後他是坐在董事長那個位置 那你看他是租的 我今天來租一天 也有在租這種東西這樣 就是租啊 或者是月租 看你怎麼跟對方談嘛 對不對 那你這樣 好大大家都這樣 像你那個什麼什麼邱總 對 傑哥之類的 哇好大好大 就很多很多相信了 他順便帶你去玩玩 你會不會 你就變成中間幹部 你會相信他 對不對 那少數的創新產品 這創新產品 市場市場都買不到 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用 對 然後再來 有個律師配合律師見證喔 這個就很嚴重 律師喔 律師見證要不要受到處罰 是受到 律師如果是只是簽那個 每一張 每一張認證 他跟你收一千兩千塊 通常律師 會逃掉免責啦 但是他律師這樣做 有簽證 譬如說我們現在 我在投資 那你傑哥說 你是律師你簽證 我還相信你律師簽證啊 對不對 所以喔這個律師簽證過的 有點有點像公證人 公證過的 這麼有公信力 他就相信了 更相信了 還有一些是 會計師配合財報 喔這個也是很恐怖 那財報你不曉得真是假 一般人無法判斷 但因為他 前面已經被親友介紹灌米湯之後 然後再有拿一些食物出來 然後有企業見證 哇 還有一些是律師 站到台上去 站到這裡 然後跟廣大群眾說 這個產品如何如何 投資很棒 還有會計師也站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 有查到有一些律師 會計師在幫忙 都把它當成共犯在處理 因為這是 會讓很多人更相信他 然後呢 還有一個特點喔 初期取得約定的高額利息 這高額利息 一個月都給你30% 理論上啦 一個月給你10%10% 那你一年就 就 就多少了 就回本 20% 他第一個月真的給你喔 你投資一口 以一口1萬美金來算 一口 他都會給你利息10%利息 哇 這麼好真的給你入袋喔 你相信了 哇 然後呢第二個月又給你 你會不會相信 然後 如果以 社長你的 想法 你已經連續拿兩三個月了 請問你這些余錢 你會不會再投資進來 會吧 會 因為這樣賺更多 所以利用這種心態啊 你捨不得嘛 所以 你自己賺了 哇賽怎麼辦 那一定會再去找 朋友 一起借錢 借錢來投資 何康到小白 對 然後自己的爸爸媽媽 親朋好友 全部都抓進來 又回到什麼 新人關係了 這我才會說 這是一個循環 無限迴圈的循環 之後呢 投資人呢 取得 很多利息信為真 增加投資 欸 有沒有 要約親朋好友來 然後有領取介紹費 你我 要約親朋好友來 當然有一點介紹費 欸這個就是什麼 養 人家我們說養套殺 三種模式嘛 這就是養套模式 後期就沒有辦法支付利息 人去樓空 你可能就逃了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通常會有多久的時間 他從那個開始統治到 差不多一年多兩年多 所以通常都還會有那麼長的時間 對 有人說這個叫殺豬圈 有人說殺羊圈 就是 就來就是殺嘛 就這樣 所以呢 然後多數的 還有一個多數的西津集團的被告 被告為什麼兼被害人身份 因為他 他投資進去 他不是會招攬人家進去嗎 喔 領了那個commission 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直介紹 他會變成本來投資人 他就變成經理 喔 變成幹部了這樣 幹部啊 因為他 招攬有功嘛 所以像 不好意思我問一下 就是說像那種什麼 常常會有看到一些集團 他們有時候會去租下一個大飯店啊 然後什麼名車進來啊 是啊 然後就講說我們今天獲利又多少了 對啊 今年再創什麼新高 對 就是像這種 沒錯 而且那些都是租的 那租的 那 而且 這些在 在顯擺的這些 還不是都是投資人的錢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查扣的不法所得 都很少 我們法官 現在在查扣的時候有個問題就是 他說這個吸金50億 可是現在查扣在 調查局查扣扣起來就是 這300多萬 差那麼多喔 差很多 那但是我們要宣告沒收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說好沒收不法所得50億 沒有扣案的 我們要沒收50億 扣不到我們就追徵 天知道到最後有沒有追到 因為 因為 以調查局動作全國的資源 只能炒到300多萬 那其他的還有 這還不是51的領頭 都不算 那其他51常去哪裡了 他喔 這51喔 即便是祖賢被抓到 他被關最最輕10年以上 7年以上 15年以下 他被判了10年的話 他即便是被判10年 他一半可以假釋 二分之就可以假釋 只關5年他就可以出去外面享受那50億啊 欸 社長要是你要不要幹這事 我是很想但不敢 對啊 我覺得說這個怎麼這麼好賺 對啊因為這個漏洞感覺上很大很大 他們說那些西津集團如果真的賺夠多的話 他不逃了 他逃了 他逃去緬甸 他去柬埔寨 像無根扶貧 他很麻煩 乾脆不逃了 要關你就給我關 我就坦誠犯行 然後我就跟被害人賠償一下 每個人被害人兩三萬賠償賠償 法官說你態度很好喔 這樣子喔 查個布啊 所得查不到 你也說不知道 還有更上面的 叫做許總王總 都不知道 因為你自己杜撰出來 事實上自己才是最大的 那 你判也許判10年了 對不對 那5年就可以假釋出來囉 是這樣喔 這樣喔 吸金大詐還不是現在的打詐心法 說要提高假釋門檻的範圍喔 現在假釋門檻 提高的是那個一般的小詐 小詐說 你如果你是 你要四分之三三分之二 提高到這個假釋喔 然後還有三犯 你的重罪三犯不可以假釋喔 可是在大詐這種吸金 不包括在裡頭 照樣可以關一半就出來了 漏掉法律漏掉啊 那這確實應該要 要做一些修改啦 對啊 對對對 這個網還蠻 這個破洞還蠻大 對啊 然後其實投資人 在投資人獲利很少 那部分投資人 高級知識分子 愛面子不願報案 我齁 我認識一個醫生 醫生做牙醫的齁 他的太太 就是受騙上當7千多萬 7千多萬 嗯 一開始不敢聲張 不敢報 不敢報案 他還相信 還相信 對方會出金 嗯 他有一次要出金說 他要出金 出金就領回來 然後對方跟他說 喔你的金額賺很多欸 你要7千多萬 這樣你要出金 我就我的頭顧老師 比如說我楊老師 我就要開著運鈔車要去載錢 去給你的 請你在某個大樓前面 停車場那邊等我 真的去等 燈燈燈燈 怎麼沒有 再打電話過去 然後他說 他說 啊不好意思 我們楊老師在路上車禍 現在醫生就他正在搶救當中 所以傳帶給他看 運鈔車也有了 然後有保全人員 然後也有醫生在搶救的畫面 穿著綠色衣服在搶救 我說見鬼了 這時候怎麼還可以進去手術房 還可以拍人家搶救的畫面 然後就說 不好意思楊老師 這 在運鈔的過程上 這邊就發生車禍 那這個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只要等下一個時間 因為只有楊老師跟你認識 所以必須由他跟你接觸 這確保你的錢是安全的 好了 那 可是喔你在我這邊 每 你要出金每大一天 你這些都要加1%的保管費啊 你7000萬你就要加1%的保管費 7000萬 一天的保管是多少 70萬 70萬 兩天 就140這樣累積 他等了 如果你10天的話呢 哎 你就再給 700萬 他真的又給他700萬 保管費啊 因為他要把那7000萬拿回來 結果呢 到最後怎麼10天也沒有了 對方一直要他說 在那個 因為你楊老師 可能還在復健 還幹什麼的 這樣子 兩頭不對 因為我去看亞裔的時候 順便 被問到 我說怎麼有這個可能性 結果發現 哇原來是被詐騙集團 這份集團 那詐騙集團 類似 從以前馬勝時代 那個詐騙就已經有 到現在 全台灣人被騙的越來越多 那 這個部分為什麼沒有在宣導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就宣導小詐 那種 兩萬多塊錢的 三萬多塊錢的 那這種大詐的 利用信任關係的 反而都沒有在宣導 那我看到的人 那個會加坡人亡的 我每次到法庭上 滿滿整片的人 整片的人都是 有的哭喪著人 有的是 基本上有的是自殺過的 那種 完全 完全跟什麼 丟臉沒有關係 因為已經 已經沒有臉可丟了 那是自殺過的 能夠活下來的 都算是 經歷過人生坎坷的 那 最後一個呢 祖賢 他會包裝新投資案 另起爐灶 再吸金 無限回圈 哇你都找不到 出獄以後嗎 他還沒有抓到 還沒有抓到 因為抓到的都是什麼 被告兼被害人的 他已經變成經理了啊 經理由他來處理就好了啊 台北 松山 松山處的處長 信義處的處長 桃園處長 新竹處長 到處都是這些 這些所有的處長 經理人都是 被告兼被害人身分 因為他投資太多 他也招染太多人了 所以這 現在抓到的案子的 主要的人 大概都是像這種 被告兼被害人 對 那反而 後面的 其實抓到的人 後面喔 我們各位去分析那個判決 我們會發現 從起訴一直到判決 基本上都是 被告叫做 某某某集團 什麼方案 那個號稱 比如說王大明 翁小白 類似之類的這些人 他怎麼樣 他就不見了 暱稱號稱這樣子 這比較相當麻煩的一點 現在的吸金的詐騙手法 跟投資又 跟以前那種吸金投資又不一樣 他現在又用另外一種手法 現在求職的有吧 對不對 貸款的也有吧 愛情交友的有 愛情交友很有趣 我最近還審一個 他說布拉德比特 跟他談戀愛 真的喔 布拉德比特跟他談戀愛 他的照片啊 健身的照片都傳過來 不過你知道 現在那個 那個身為技術很強 他怎麼弄 不知道 這是我們這邊的 當事人相信喔 當事人 不是被害了喔 他反而是被告喔 因為他幫布拉德比特洗錢喔 為什麼說相信布拉德比特 他年紀多大 他差不多四十幾歲 他英文很好 他重新留學美國十年喔 布拉德比特 現在是在台灣當英文秘書 還有當那個翻譯社的翻譯喔 這樣子也會相信 他相信 因為布拉德比特跟球力 他說布拉德比特跟球力離婚 然後呢 為了他就對了 他倒沒有講那麼清楚 但是他覺得有機可蹭 這個真的相信 然後他說他 他所有的東西都秀給他看 都很真實 然後就在網路上談戀愛 戀愛之後 戀愛之後就幫忙 提了 提了 兩百多萬美金嗎 幫他們提兩百多萬的美金 原來他自己的戶頭給人家用 原來他是幫忙洗錢的帳戶 這個真的也相信耶 無論說我們 無法相信說 布拉德比特會跟我戀愛吧 不太可能吧對不對 還是說林志玲 林志玲現在喜歡上我嘛對不對 但是在那個 我剛剛講 在愛與關懷欠缺的那個風味當中 當別人給你愛跟關懷的時候 你真的會陷進去 因為他是人性最脆弱的一面 也是最很容易進攻的一面 很多渣男不都這樣嗎 渣男都是給愛與關懷啊 對對對 現在這個東西好像確實很多啦 就是透過那個Line啊 一直聯絡啊 或是WhatsApp 這樣我們來做聯絡 對 WeChat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的 這種通訊軟體還不能夠監聽喔 涉及到太多麻煩的問題很難啊 因為業者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台灣的業者啊 像WeChat、Line Line根本就是國外的 WeChat 還有WhatsApp也都不是我們國內的 所以很難做監聽 這個是非常非常麻煩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要去調資料 還不太容易咧 好 還有投資理財、賭博、遊戲、第三方支付 哇 這個就很多囉 所以因為現在科技詐騙就很多嘛 那科技詐騙 我跟各位報告齁 有虛擬貨幣百分之十 我們現在的投資 我們現在的整個詐騙案 如果有案件來算齁 每年差不多三萬到五萬案件 全國三萬到五萬件 那這個件數呢 一個件數有時候被害人 是上百人上千人 那被告有時候是十幾二十 上百人的被告這樣子 所以它雖然是三萬到五萬件 可是如果以被害人被告人數 那個大概乘以一百啦 那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但是沒有 每年都維持這個數字 沒有因為打炸而減少 那金額一直持續增加 這個是很奇怪的問題 那通常 詐騙的對方 好像跟以前那種 強盜殺人 強盜搶劫的不一樣 對不對 現在這個是高大上的職業 我說我們這個叫 白領犯罪啦 白領的 像社長也是白領的 那為什麼他們都 這個為什麼一直降不下來 主要原因是 信任 愛與關懷 只要人性永遠如果給予愛與關懷 永遠就不會改變 因為我們太相信 太相信 人跟人 而且我們台灣人又非常有人情味 只要愛與關懷 他掏心掏肺都給你 而且是南部人更是如此 南部北部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哇這好熱情喔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虛擬貨幣 又佔了我們這些 所有詐騙案的10% 我們今天看這個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 那你如果真的出金的話 每日都要保管金一趴 賭博遊戲第三方支付都是這樣 那現在比特幣 以太幣美元穩定幣 剛剛社長特別提到這個 有沒有太大幣 天啊 現在狗狗幣 還有一個狗狗幣 是那一種 最近那個 是是是 那可能會多了喔 因為現在這兩家 這個USDT USDC這兩家佔了90%以上 其他都是 很多都是假的 這樣子 有些是假的 即便是這個真的喔 也會被拿去洗錢喔 對對對 因為詐騙集團 CG集團騙你之後呢 他為了要斷 資金斷點 他已經慢慢不要 不要用人家去領了啦 領 如果要人家去領 人家現在都知道了嘛 馬上讓警察抓 他就會用 轉帳到 請你去買那個虛擬貨幣 那虛擬貨幣就會被轉到 集團控制的電子錢包裡面 電子錢包裡面 那虛擬貨幣 你根本無法無從查起啊 對 然後現在還有一種叫做 身為 身為的 deep face的 臉部變換 不管是 性別 聲音 容貌 都可以喔 所以這個是 真的是很 我們必須要特別留意的一點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賭博遊戲 投資平台加密貨幣的錫金 還有虛擬第三分公司 回水虛我們來舉個例子 這是我實際上碰到的案例 你看一下這個 賭博遊戲 投資平台加密貨幣 他首先呢 他會洋裝說 投資虛擬貨幣 投資虛擬貨幣可以賺錢 因為現在 要投資什麼 你賺零賺錢 虛擬貨幣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漲起來 那他不用去工作 不用去工廠生產 所以投資虛擬貨幣好像 連去日豬工廠都不用 省更多 他只要科技人才更多 這些科技人才 願意淪落為詐騙集團的議員 他就會組裝整個機房 然後來詐騙 然後呢 指示被害人 虛擬貨幣交易所去 譬如說火幣 幣安去買去註冊購買 譬如說這個太達幣 虛擬貨幣可以轉至什麼什麼網 投注 你就什麼可以去獲得 輕易獲獎喔 你真的去投注 對不對 中獎了 哇 然後就聯繫客服 客服被害人依照 這個購得太法利 轉到什麼 虛擬貨幣錢包 投注中獎對不對 中獎你要出金啊 出金說 欸你有手續費喔 繼續加碼 投入 那再繳 那之後會有什麼20倍的稅金啊 才能夠提現 所以你又再把錢放進去 那被害人就繼續下單 這樣子 然後用這個 吸的方式再下單 然後就無限回圈 其實就這樣一直 一直買 然後你只要你要出金的話 一開始當然 可能會有 少少的出金一點甜頭 你再投越多的話 他出金的方式呢 就要再跟你說 1%10% 現在是 說繳納 餘有20%的稅金耶 你看看 是 你為了不繳 你都繼續投啊 可是你看的帳面上 那都是數字而已啊 這樣就很容易被騙 這種吸金 不用工廠 不用生產 那比之前 說要去投資 多層次傳銷的 還省事 也不用舉辦投資說明會 都不用 也不用請律師 快樂師站台 都不用 那他們通常在第一關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 步驟裡面 受害者是怎麼進去的 也是 有兩種 一種是 有三種一種是介紹 其實有介紹 我介紹 社長說 你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好貨 好貨才會介紹 好兄弟 好姐妹一起來見 一種是 他自己收到 跳出來的 簡訊或什麼的 第三種就是他自己去 逛網的時候 他看到了 他就發現 哇這是天堂 這樣子 所以在社群媒體裡面 在社群網站裡面很容易 有這種狀況出現 這個 這個前面就是釣魚 前面像這一把這樣 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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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進來之後就開始這樣了 哇很有趣 這個 然後走不出來 那這個什麼時候走出來呢 嗯 我的被害人 到法庭 我到我二審來 已經 七八年了 他還相信他的帳戶裡面有錢 七八年了 對 我還相信 對 所以專家說 如果被騙你大概兩個半月就 就醒對不對 但是未必要看狀況 他還相信這裡面有錢 我到法庭 他還相信說 他的股票 是真的股票 他有拿到股票 拿到法庭來說 法官你看這些股票都有蓋章 律師見證 都真的 他還相信他裡面的股票 是啊 是有一張股票 沒錯啦 可是那早就不見了 公司不見了 他都深信不疑 他如果有朝一日 等他強起來 搞不好他就是一個美超委啊 我沒有特別強 為什麼美超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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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不對 有信仰 對啊 但是這個我覺得要讓全國人知道 太可怕了 接下來 你看這個虛設第三方支付的回水公司 首先呢 第一個 他第一個是找人頭設公司 這從一開始就有人頭了 然後呢 他是 持帳戶像金流公司 簽訂金流代說合約 比如說萬斯達啦 或者是瑞具這些公司 然後第三個就取得金流公司 向金融機構申請 說我要虛擬帳戶 或者是超商代繳 唉唷 然後呢 所有的 所有的金流 的公司經銷商名義提供 各種商家金流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渠道服務 這個所謂的渠道服務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付款之後就留到這裡 然後 他們就提供一個API的應用同事介面 API就是你的手機上面 有個APP 輸出灌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平台 平台什麼 看 比如說你這樣 你要遊戲的 你要賭博的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機嘛 就看喔 要賭 要多少 賭多少 或者是遊戲多少 然後被害人遭詐騙的 這個儲值金額呢 匯到你的虛擬帳戶 另外其他的被害人 匯到這個儲值金額 然後呢 不法集團就是另外 購一個叫支付平台 這有點複雜對不對 然後這個 該特定支付平台 匯總每日商家 收了多少錢 都是收一些 被害人被騙進來 這個被害人被騙進來的人 是 是各種理由 他郊遊 他投資 他要買東西什麼 到處都有 什麼東西都可以進來 就 儲值 然後被害人匯了虛擬帳戶 然後呢 就匯到 匯到什麼 匯到 這個 這個 開利的假帳戶裡面 對 然後 歹徒呢 就把它提走 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回水 只要用回水 就可以一直吸 一直吸 然後呢 因為這就基金斷點 已經買了虛擬貨幣 到誰去 到誰那邊去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最重要是 他已經有一堆 金融的那些審核 都過了 沒有 沒錯 所以我可能就收到一張說 我今天有什麼 三萬塊的學費 對 小孩的學費還沒有繳 請我趕快去繳 沒錯沒錯 但是我可能去繳的 其實沒有繳到學校去 對 你繳的是這個 然後到這裡來 那是回水 所以各種 這已經 到這裡 到這裡已經是切斷 切斷金流了 找不到了 那我們怎麼知道 收到的那個是 假的還是真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預防的事情 就是說 你一定要 一直在求證 你可能真的要求證 向對方求證 像我們認識的 例如說你學費 一定要向學校求證 向學生 就用學校求證 跟老師求證 不可能就直接會 我們通常會很急 但是他因為 他的方法就是 時間都很短 對啊 你很急 急不過輕率無經驗 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他想說罰單 如果你今天 你在幾號錢不繳 那可能就要 再增加罰款 什麼的 罰單其實我們可以上網去看 真正去那個網站 看你有沒有被處罰 他真的可以輸入網站可以去 可以找尋 可以找尋 所以這個真的是 不惡法門就是要再確認 但是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國人就是 很相信對方 我們有時候 驚慌失措的時候 急迫輕率 然後就進去 這個是比較麻煩 那重點如果知道的話 一定要跟兩個以上的人 你家人確認說這樣OK嗎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法 除了跟正常的單位確認說 還要跟你的家人 確認說這個OK的嗎 第三者通常會告訴你說 你要審慎 這樣子 其實有問題也可以打165 問一下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是 但是通常沒有人會去打165 好我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吸金詐騙 真正案件的吸金詐騙APP 這個詐騙叫SCF 這個已經被 你只要網路上輸入 大概就是可以看得出 這是詐騙集團 他的這個APP是這樣 你的電子錢包在這裡 然後他告訴你每一天這樣 進進出進進出出 然後這個呢 發現欸 怎麼他的錢 被買那時出去了 這樣這個是虛擬貨幣喔 那個老人家 七十幾歲老人家 他怎麼懂虛擬貨幣 那就是因為 親朋好友他加入某某某工會 那工會人家就到這樣 平常帶他到處玩啊 全台灣這樣跑跑跑 建立信任關係對不對 然後有投資的話大家 然後就進去了 欸這是我的親戚 我講我的老一輩親戚 然後他也不報案 他說丟臉 他不報案 即便是親人齁 親戚關係的人齁 在當法官 當檢察官齁 他認為說 他這個錢還在 我們不要阻擋他 那這投資了兩口 兩口就是兩萬美金 對 這個一看就怪怪的啊 但是他覺得他錢還在 朋友在找他去 他繼續投資 這種平台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假的啦 沒有 哪有人自己在安裝一個APP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 每天有賺這樣子 那他還是朋友介紹 然後就去投資這樣 就是加入工會啊 這些親友團啊 這樣子啊 而且講不聽喔 我們勸他的話 他說我們在阻擋他賺錢 等他賺錢之後 我們所有人 都會對他另眼相看 至於看這個包包 這個投資 這個很神秘 這個包包就是 兩口 一口就是一萬美金 兩口 他就去那邊 他就會送一些小東西 這檔你不要看一下 這兩口包長怎樣 所以這個是用兩萬美金 兩萬美金換來的 摸起來特別有感覺 真的 這個有點像薄金包 有傷痛的感覺 可是當事人 他完全沒有覺得 他還拿出來說 送給你們啦 我拿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很 投資兩萬美金以後 只有拿到一個 所以這兩口 一口齁 一口價就是一萬美金 通常他們這樣喊 兩口就是兩萬美金 所以怎麼辦 那後來也只認了吧 沒有他不認啊 他認為是我們有問題 不是他有問題 是我們後輩有問題 勸他不要投資的有問題 阻止他的社交 阻止他的人生地要存 那這個呢 事實上要不斷的 不斷的真的要有人去 宣導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後來把他 把老人家 請去警察局報案 警察局 他一開始不想報案 警察局一跟他講 弄給他看 他就嚇一跳 原來他真的被騙了 所以無論如何 老人家不願意 你無論如何 要把他請到警察局去備案 他一備案 警察那邊 多的是方法 讓他醒悟過來 警察也很辛苦 警察也很辛苦 警察要勸 警察要勸 因為 因為常常有時候 會在銀行裡面 看到一些警察 再勸一些老人家 不要去轉這個帳 那已經是被擋下來了 對擋下來了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的身為技術 Deep face 身為技術 這是警察局提供的 他是這樣 然後 AI變臉後 這樣子 變臉現在是 我們以前變臉 我們通常會做 就是我們現在比較老了 照片我們會稍微把它修 修美圖修容 皺紋 演大 對不對 他這個是整個變了一個臉 變得跟你認識的人 一模一樣 在前一陣子 香港有一個分公司 他在英國分公司 他怎麼樣 他詐騙集團 用身為技術 把英國分公司的首席財務官 的影像聲音 都弄好之後呢 開視訊跟香港的財務部這些人發視訊 然後 開個秘密會議說 趕快緊急會 會錢到一個投資項目 折合台幣是8.03億左右 8.03億 2億港幣 港幣 當時的金額是8.03億 台幣 台幣 講錯了 2億美金 真的這些高級的知識分子 這些財務人員 都被這個所謂的首席財務官騙了 都會進去了 他們其實也認識 他們也知道那個首席財務官長什麼樣子 知道 因為平常都有在開會 他們利用身為技術 就騙走了 就才知道說原來如此 所以現在身為技術開始 我相信台灣目前雖然是沒有 台灣現在身為技術用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的DFACE用在色情實用 換臉換聲音 恐嚇妨礙恐嚇 公然的一些個資法 現在這些就是一些小朋友年輕人 色情影片當中去移植別人的 做哭手或做什麼 之前有那個小育的那個 對 但是呢 我相信香港那個案子發生之後 現在只要 現在不是COVID-19之後 大家都用視訊 搞不好很容易就因為 人跟人之間沒有接觸 用視訊 是 就很容易被騙 香港那個案子也是最近的案子 對 也是最近 兩億港幣 兩億港幣 對 很可怕 所以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軍管會跟警察局 一直在推廣說 身為技術這個很恐怖 所以 那我們很怕 我們很怕 將來真的是 大家開會的時候 哪天 颱風 地震或幹嘛 大家都開會的時候 說要匯錢 哇真的是 所以這個 那我們現在防身為的技術是這樣 你注意看他 你可以要求他轉頭 變換姿勢 或揮手 或者是 跳一下 動一下 他如果真的是假的會露線 可是誰會敢叫執行長 說執行長你現在轉頭跳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為了這個要確認 你得這樣做 壞人一定要做 對 對 所以其實公司的治理上 要傳達這件事 我相信 如果你請 對方這樣做 確認的時候 他會對你另眼相看 如果真的是 對方是真的的話 當然還有其他的 方式來確認 不能只 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驗證方 AI照片是 OK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次我是去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掛東法院去參訪 中間這個是我 旁邊都是 嘉倩 這是定雅 都是法官 他們那個法庭常識這樣子 你看他旁邊 正義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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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正義女神 我們剛剛那個正義女神 是我把他移植過來 他根本 不然是沒有正義女神 沒有這個 這個是我 我把他從羅馬人廣場 法蘭克福羅馬人廣場 那麼大的雕像裡面 我把他 我把他移植過來的 所以這 所以廳長也很會 也很會做P圖就對了 我不用P圖 隨便就會 你知道嗎 連我這麼不會用的人 我都會P圖 你知道嗎 好 那這樣這個 等一下 這個跳這麼高 你看 我這麼 要跳多高就可以 多高 你要怎麼跳高 這個 可以跳更高 更你跟科技 科技雖然 人家說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對不對 但是科技會利用人性的弱點 背離人性 用這種科技方法來騙錢 那 我回過頭看一下我們這個法蘭克福的 正義女神像 各位有沒有發現有什麼不同 以前的正義女神像 這個沒有蒙著眼睛你有沒有發現 對啊 這個沒有蒙著眼睛 為什麼沒有蒙著眼睛 以前我們看到的正義女神像都都蒙著眼睛 對對對 為什麼要蒙著眼睛 因為以前的 在羅馬教皇時代 那個羅馬會干預 干預審判 所以從羅馬一直以來 正義女神像 你看 這個手持劍 然後手持天平 中間一定要蒙著眼睛 表示什麼 表示我呢 不受干預 我聽誦 可是現在 現在不能這樣 現在法官一定要走出去 要去接地氣 你要看 你要把你的這個眼罩拿掉 你要拿掉之後 你要去看 看所有的 世間的 證據 不能只用聽的 很多聽很多 很多heerset的傳說 那樣眼見為憑 然後 這種身為 詐騙的 也是一樣 你都要眼見為憑 我們現在不能再 盲目的 相信親友 盲目的 相信投資 不行 我們一定要睜開你的眼睛 這個叫接地氣 要去 要去 去體察民情 這樣子 所以 我這邊是希望 藉由今天我們這樣的 現成說法 我們讓所有的 民眾知道說 除了小詐之外 還有一個大詐 那大詐更是 利用你的人際關係 利用你的 愛與關懷 處於低潮的時候 你正想賺錢的時候 他就介入 那這個都是回不了本 而且 被害人經常還深信不疑 到目前為止 有時候到法庭來七八年之後 他還說 嗯 我的有可能會賺錢 剛剛庭長 整個綜合下來 就是第一個是 有關那個 大詐這一塊 在 在這個 假釋的 要求上面 應該要在 實現上面 應該要再更高一點 對 因為現在是 現在跟小詐 現在那個打詐事法裡面 只有改的小詐這一塊 對 就是他們叫 加重詐欺的罪 對對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那種 像傳統的這種信任 這種 以傳統信任這種手法 來 勸你加入這個 投資 那你必須要多認真的想想 多問幾個人 對 然後 即使家裡收到 說你傳單 你的罰單 還沒有 還沒有繳 然後記得 先去確認一下 這一張罰單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免得到最後繳了 是繳到詐騙集團的手上 對 不是繳到 繳到那個 就根本沒有這張罰單 對 事實上是沒有這張罰單 對 還沒有一種可能性 你今天手機收到說 你獲得來電打領 免費的怎樣怎樣 你點進去之後中標了 你以為這不是中華電信人 免費來電打領嗎 進去的時候中標了 原來都不是 也有這種 對 所以不要點 隨便點那一種 我是覺得 就是大家貪小便宜的心態可以改 聽下來沒有那種 無緣無故掉下來的 午餐 這真的是這樣 對 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對 我們謝謝 謝謝廳長今天跟我們講 這麼多的 分享這麼重要的 吸金詐騙的這些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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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